放松一点 然后和咱们女嘉宾 好好闹闹自然情况 二位头四见面 虽然刚才也做了一些了解 但是你们俩应该有很多话 想要问一问彼此 你家在什么地方 俺家在大东区 谁让大东区 谁让大东区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出国了 出国了 成家 成家了 在男嘉宾您家住哪 我家的 辽宁北喜市 我是离异 他五万月的怀孕 我出差 我在保护科工作 出差他就回来 他就把孩子做了 我们男嘉宾呢 有一段非常坎坷的感情经历 对他的伤害也挺大的 咱看一看 看着那些欢乐奔跑的孩子 是那么美好 他们像虚日的阳光 照亮了每一个角落 都说孩子是 婚姻中的纽带 是爱情的结境 而我婚姻 却是带来了 无限的灰暗 那年 我出差在外 前妻因为 和我母亲 发起了争执 便背着我 打掉了 已经五个多月的孩子 这个孩子 是我们盼望已久的 爱情的结境 就这样 还没见到温暖和阳光 就已经离我而去 因此 当时我的亦然决然 和前妻离婚了 现在的我 希望找一个温柔 善良的人 跟我共度后患 您的感情经历 确实是挺坎坷的 这中间发生过什么事 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一个母亲 她哥家 不和我母亲做饭 让我母亲上我哥那去 我就有点太不高兴了 让我母亲交生活费 这样我都可以理解 怀孕五个半月 哪儿她给做了 这我不理解 这个女人 我觉得就是能 这么狠 我觉得也不值得爱 您这事 没在结婚之前 跟她闹吗 跟她闹 这个我妈 就必须得跟着我 跟她都说了 都闹了 她当时说行 当时说行 但我对我妈 挺好你 能把她娶到家里来 当初也是欢天喜地的 不管是老婆子 还是老公子 咱女嘉宾 您感觉 单纯是这女人 有问题 她打着孩子 应该是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吧 是不是有什么 为难的情绪 才会做这个决定 我说这女的 有点问题 我觉得吧 前期 我愿的孩子吧 打掉 不愿男嘉宾 叔叔在刚才 在那个 我们后台的时候 说话的时候 其实我就不愿 说那么多 但是我当时就怀疑 她跟外面 有一个男士 好像有一些 这样的一些打算 可能一些想法吧 文文说这事 是您 您起眼看见了 不是 我没看到 那您为什么 就凭什么就怀疑 说她走了 就是跟别人过去了 不是说 就想离开你这个家 跟你过够了 离婚以后 她不长时间 她就找一个人 跟一个人过上了 出差也就几点 生死半个月 那就是在这几天时间之前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主要矛盾 就是因为 她和你母亲之间的问题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这个摩擦 也主要是源于 她对你母亲的态度 是吗 对 那么实际 你们两个人之前的 这种矛盾已经很大了 对吧